眼前的这个鱼鸡可不是一般的鱼鸡 当时我开着大招就去找他了 他一个一技能我半选就没了 接着更夸张的是 他一个普通公鸡我隐恨西北 我的天哪兄弟们 外挂 外挂 这要不是外挂 这根本解释不通这个伤害 5017的普通公鸡 别说我大踩跌了 就算是牛我来了 他也是无聊 我兄弟们 比赛结束以后 我为了弄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就来到了训练 按照他的出装出了一下 然后对着干我 就是一个普通公鸡 卧槽 这伤害竟然高达5300万 只我兄弟们 我天哪 两个普通公鸡直接拿架 受不了了兄弟们 受不了了 直接开启一局比赛 我倒要看看这套出装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前期我一下一下的挨着联方 现在看这个伤害 只有100度 和普通的出装也没有什么区别呀 对面的李延芳他该打不过我的时候 他就是打不过我呀 没有出现一下普通公鸡半管血的那种状况 我一个一技能下去的攻击力 连残血的李延芳他都打不出 瞬间我就有点小失望了 难道刚才我在训练营里面的那个伤害 是我一引出来的 为了弄清楚 我们接着往下开 此时我已经5级了 有了大招了 我一个1技能的伤害930了 一个普通公鸡304了 对面的李延芳又被我打跑了 我开始对对面的房一谈了 就在这时候 你看流山 一个闪现过来夹运了我 我赶紧开启2技能 然后一个1技能 几个普通公鸡让他和我的血量相同 然后几个普通公鸡又把他拿下 这一拨装备完全没有功劳 完全是我自己拿下的一个人头 就很nice就很棒 哈哈哈哈 你要说前期我打不出那样的伤害 是因为我没有装备 那么接下来比赛来到了中期 应该有点伤害了吧 当时孙悟空过来打我 我两个普通公鸡4200的伤害 直接把他秒掉了 我的天哪 接下来程耀金还有那个谁 又被我几个普通公鸡拿下 我的天哪 后面流山从墙的那边夹我 还真被他夹掉了 又被我两个普通公鸡拿下 直接四连仇怀 我的天哪 这伤害 我隐了就乱 后面我神装了 于是这套装备的终极考验就来了 当时我一个人来到中路 看见残血的程耀金 两线普通公鸡 2009的暴击 直接把他拿下 随后自己一个人又跑到了敌方的高地 看见流山 一个普通公鸡 2000多的伤害 一个普通公鸡 2000多的伤害 他根本受不了 猴子过来被我两个普通公鸡秒掉 还有李延芳 剩下两个腿皮全部顺杀96% 我的天哪 五连爵士 这套猪狼网友 牛